你知道嗎?碳灰是誰花明的? 那個 idea 是誰搶出來的嗎? 是石油開發業的 你知道為什麼? 石油在地底下 它把油抽出來了 天然氣抽出來了 不是空了嗎? 它現在在把二氧化碳壓縮打進去 兩邊轉不是嗎? 你了解意思啊 所以事實上所謂的減碳 最後的關鍵都在做生意 台灣生理面積佔全島60.71% 蓄積量為5億200萬立方公尺 生理每年可淨需收約5億噸的碳 我國森林總面積達219.7萬公頃 森林護蓋率為60.71% 每人平均森林面積為0.092公頃 相當於278坪 或者是920平方公尺 以森林護蓋率60.7%而言 是全球平均值30.3的兩倍之高 受保護森林比率達52% 於世界各國排名第19名 居於亞洲國家之首位 目前地球上最會儲存二氧化碳的 自然倉庫為森林海洋和土壤 即所謂的森林碳會 海洋碳會和土壤碳會 這種方式主要是透過生態保護 生態護育改善土地管理 來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的效果 相較於人工方式去擴大太陽能電板 風力花電機等綠電範圍 透過大自然來儲存二氧化碳 當然更具有經濟效益